111年地假税在11月份开征了 税务局表示如果没有收到税单 或者是遗失税单可以申请补发 而缴款内容如果有疑问的话 也可以提出查询 税务局表示说缴款的方式很多元 如果使用线上查缴税的话 还可以参加千元礼券的抽奖 呼吁大家要在期限之内缴款 111年地假税11月1号开征 缴纳期限到11月30号 地方税务局表示 如果没有收到税单 或者是遗失税单可以申请补发 111年地假税开征 缴纳期间自11月1日至11月30日 请如期缴纳 以免预期加征至纳金 如遗失或者是未收到缴款书 请就近至本局或预理分局 或各乡镇市公所 补发缴款书 另外为了方便民众缴纳税款 我们设有多元化的缴纳方式 如金融机构 除邮局外 便利超商 ATM信用卡 等方式缴纳 另外缴款方式十分多元方便 税务局也建议民众多利用线上查缴税 有机会可以抽中千元礼券 然后就是一化缴纳的部分的话 就是线上查缴税 及用行动支付APP扫描QR Code 缴税的部分 我们去年是可以抽出10名的幸运得奖者 今年是增加到15名的幸运得奖者 可以获得1000元的礼券 税务局表示如果有任何地价税的问题 可以拨打免付费电话 0800386969 或者是税务专线 038226121 分机182到187恰询 会有专人来为您服务 借旅会幻视报导